很久以前 山西省靖生村有位叫王石的年轻人 务农之余以卖豆腐为业 他做的豆腐鲜嫩可口 从不缺筋短两 让许多头一回买豆腐的人赞不绝口 一传十十传百 回头客越来越多 王石的声音 也越做越红火 而他所秉承的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 也随着古村一代代传了下来 几百年过去了 如今在村中经营豆腐店的孙福堡 依然记得王石留下来的一句老话 入口的东西不能唬人 孙福堡一直对选料 严格把关 每一道工序自己都要反复检查 虽然使用现代化设备效率会更高 也能赚更多的钱 但孙福堡依然坚持手工制作 在他看来 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村里百余年间屹立不倒的诚信招牌 三十年来 孙家每天清晨都会准时为村里大大小小四十多家饭馆进行配送 店主开门营业时拿到的都是热腾腾的豆腐 孙福堡诚信经营的态度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生意越来越好 口碑也传了出去 如今许多村外的人也慕名而来 为的就是亲口尝一尝孙家的手艺 汉后的孙福堡说不出更多的大道理 只是严格要求自己按照祖辈的规矩做豆腐做人 沿袭百年的诚实手信的高贵品格 让许许多多的头回客变成了回头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